CMN 這一年來 邀的國會訪團 我們都會搭配一些證物亮點 最重要的就是評估邀訪效益 這是他來的證物效益 國務博士和朋友都很棒 我非常開心到台北 在行程準備的方面的話 其實主要不恰估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吃 一個就是看 其实因为近年来就是台识关系说友好 日本其实对台湾的兴趣是增加的 你会想说外宾他们那么远来一趟台湾 那你会想要让他们完整地体验到可能台湾的文化 我们的礼品都是经过我们精心挑选的 都是展现台湾文化的礼品 有时候访定来刚好也会遇到他们的生命 然后就要临时帮他安排庆舍 然后我就问一下他们那边能不能 就是给个小蛋糕表示一下 他们就说没有蛋糕只有受讨 在台湾的访评就第一次体验到 就是非常台湾很道地的人 就是那种不一样的亲身方式 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常常会听到说 中华民国跟谁签了一些什么样子的条约 我们会亲身参与就是这个订约的过程 就是因为有些内容就比较枯燥 媒体就不会报道 或者是你要帮他设计一个朝段或亮点 立陶宛的议长西米利特 他是西洋棋选手 然后媒体就提议说那不然我们来陪议长下一场西洋棋 像我们有时候也要进行一些直播 在不同的社群平台我们也会有客制化的处理 我们外招部的品牌就是台湾 我们就是把台湾推向世界 辛苦是一定辛苦 但好玩也是有好玩的地方 主要是因为他会接触很多不同的人 有时候工作要求你自己在这种 找到自己生活的品牌 当然是有热情才有办法再继续做这份工作 可以说是抱着很大的热忱来外交部服务 就是觉得想要为台湾做些什么事情的使命感 因为我们都是代表台湾的一份子 让我们也可以再把台湾的这个良善的力量 再推广出去 就是可以让他们感受到就是 台湾的热情还有台湾的美好 如果民众说 谢谢你们让台湾在世界违太上被看见的话 我会觉得还蛮受苦 因为我国其实在俄务战争开打后 已经透过了非常多双边多边的管道 来去进行援助 我们民间第一时间也募集了 大概有9亿4千多新台币的人道援助的专款 在第一天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马上就安排了第一批次的救援队 我们外交部整个地下室 被人道物资的纸箱塞得满满满 我印象最深刻的经验是 我们跟瓜地马拉合作的妇女妇权计划 她学习了专业的创业知识 让她的公司有成功转型的机会 政府开发援助资料库 我们希望台湾所做的一些人道援助 都可以透过这个资料库提供给OECD 展现给全世界 他们会很直接的回馈说 真的很谢谢台湾 就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 你是参与那过程的人 然后你会很喜欢也很感动 也很爱这些国家 每次看到这张卡片 就是让我觉得真正地去验证 台湾可以帮助 台湾是帮助的 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真的感到与有荣誉 我们基本上全年无休365天 所以任何时间我们都可以提供协助 中国本代表处你好 我的买包都没去 我的新闻前到后面都在这里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 国人是在哪个地方调护照 那我们了解到你的辖区在哪里之后 我们可以协助你打电话到外馆去 我们有一个海外急难救助的APP 可以下载 你可以登陆你的行程 外馆可以迅速地掌握到 当地的侨民有多少 提供国人急难救助直接的协助 过年年假快要到了 我们在第一线的位置 让每一位国人可以高兴地在国外旅游 并且安心地顺利地回到台湾 五四三六一 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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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向前行 东田新大运 三十六一 新 웃 高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